大家好,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一个人要是退休了 什么事能让他感到高兴和欣慰呢 我想无非就是身边 能有个愿意陪在自己身边的爱人 还有自己孝顺的孩子 以及自己能有个健康的身体 有个愿意陪自己安度晚年的爱人 是很多人都想要的晚年生活 孩子们懂得孝顺自己 懂得感恩自己 再加上自己也能有一定的积蓄足够养老 和爱人去那曾经想去 可又没有时间去的地方 过上献疑的生活 可有些老人确实单身着 虽然身边的朋友都会为他们介绍再婚对象 可他们却觉得单身的生活挺不错的 毕竟他们更希望自己的人生 由自己做主 不想再为了家庭的事而烦恼 住在我隔壁的是一位63岁的阿姨 她现在住的房子 是她和老伴在年轻时一起奋斗买来的 自从这位懂阿姨的老伴去世后 她的儿子就搬过来一起住 可董阿姨的心情是一天比一天差 昨天我在买菜回来的路上遇到了董阿姨 在一番闲聊后才知道 原来董阿姨的儿子 而媳妇的生活习惯和她不同 而且董阿姨的儿子工作压力也大 董阿姨这几天也在想着这个问题 最后决定找份工作来帮助儿子减轻负担 也能减少婆媳之间的矛盾 亲宿人 63岁的董阿姨 我今年63岁 今年我已经再婚 再婚的对象是我前几年在一户人家当保姆的男主人 和他在一起相处的三年时间里 我明白了单身也并非自由 能让我晚年感到快乐的是 有个能真心对我的男人 我的前夫在八年前因一次意外离开了我 那时候的我感到很无助 好在儿子懂得感恩 一直想让我搬到他家里一块住 可我现在住的房子 是我和老伴在年轻时一起奋斗买下来的房子 我舍不得离开这个熟悉的地方 后来我就让儿子儿媳妇搬到家里和我一块住 这样也能彼此有个照应 日子一天天过下去 我那小孙子也开始一点点长大起来 原本空间不大的一个家 让人感觉格外的拥挤 可我总不能让儿子再搬到外面住 毕竟现在的生活压力很大 儿子每天都是加搬到很晚才回家 其实我和儿子儿媳妇住一起的这段日子里 我发现儿子他们一家人的生活习惯 和我不同 他们习惯晚睡晚起 而我喜欢早睡早起 每次都会因为早上收拾家务 发出一点小动静而争吵 有一次儿媳妇和我提出建议 说是我现在身体还很健康 而他们的工作压力也大 他们虽然是住在我买的房子 可他们更愿意多挣点钱 然后也去买套属于他们的房子 当时我听了儿媳妇的话后 我真的很感动 毕竟儿媳妇能有这样的想法 我作为婆婆自然感到高兴 也不用担心他们未来的生活 我也是有再出去工作的想法 可我就是拿不定主意 当我把心里的想法和我的好闺蜜 说了以后 闺蜜自然觉得这个想法挺不错的 毕竟人老了 无非就是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再加上有属于自己的私房钱 这样到时候想买什么 也不用老是舍不得 为了能回家看小孙子方便 我就想着找个能离家静电的地方 可我年纪也大了 重体力活也做不了 最后在朋友的推荐下 我给一户男主人家当了保姆 我也是把自己的想法 告诉了这个男主人 意思就是 工资方面没有什么大要求 我在工作方面 也是尽自己的能力去做 毕竟人活着开心就好 当然这个男主人也是很同意 在做了保姆一个月后 我和这家的男主人 老曾开始熟悉了起来 平时和老曾闲聊中得知 老曾比我大五岁 他就只有一个儿子 可这个儿子却常年在外工作 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 才会回来看望他 老曾平时对我的要求也不高 就是能帮着他做做饭 打扫下家务 要是我不忙的情况下 可以带着他一起到小区楼下散散步 每次老曾的邻居们 看到我带着老曾出去散步 老曾的邻居们都说 我们像两口子 让他们很羡慕 其实 自从我的老伴离开我后 我就没有想过再婚 毕竟一个女人单身也挺自由的 不用总是为了爱情生活中出现的矛盾而烦恼 老曾虽然不是很善谈 可他对我还是很关心的 平时总是帮着我做家务 还愿意做他拿手的饭菜给我吃 我在老曾家工作一年后 老曾提出想和我再婚 可我拒绝了 毕竟我只是来工作 主要是想减轻儿子的生活压力 当老曾听到我拒绝他的求婚时 老曾并没有感到不高兴 反而像个犯错的孩子 说他自己很鲁莽 老曾这个男人其实挺不错的 要是我有再婚的想法 我想我会第一时间答应他的求婚 可在后来的日子里 老曾对我更是格外的关心 把我当作他的妹妹一样对待 还会时不时开车 带我去外面的地方玩 老曾年轻时是在一家公司当管理员 他也曾经为了生活而奋斗过 难免会加班熬夜 如今的他身体情况也不是很好 总是会感到凶闷 三年前老曾身体突然感觉不适 我赶紧带着老曾到医院去检查 后来老曾也是在医院 调理了半个月才回家 在医院的半个月里 老曾的儿子因为工作忙 没有及时赶回来 这期间都是我在照顾 老曾总是对我说着很客气的话 说虽然是请我做保姆 但照顾他的事真的让他很感动 毕竟我是有理由提出辞职回去 好在老曾的身体体质好 在医院调理半个月后 身体恢复了正常 当我带着老曾回家时 老曾的儿子也赶了回来 还一直感谢 也愿意给我加工资 可我对老曾的儿子说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毕竟换做其他人 也同样会选择做和我一样做的事 那天老曾再次提出想和我再婚 当我听到老曾的求婚时 我回想起来这些年和老曾在一起的生活 虽然有时候我们也会因为一些事而争吵 但老曾都会首先认错 之后在我儿子儿媳妇的祝福下 我和老曾再婚 在一起生活 和老曾在一起生活的日子里 他像以往那样关心我 做家务的事也越来越多 还会经常带我去见他 那些曾经认识的朋友 坐在一起吃饭聊天 每天早上 我都会和老曾一起出门买菜 回家后就一起做着 那些我们爱吃的饭菜 饭后 我们都会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看着电视 偶尔还会聊着那些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事 说实话 再婚虽然不是我最初的本意 但现在的生活却让我很满意 毕竟 我现在这个年纪 能再婚找到爱自己的男人 真的是让我身边的很多闺蜜和朋友羡慕 我现在感觉自己好像离不开老曾 老曾懂的东西比我多 每次我遇到不懂的事 老曾都愿意耐心教我 有时候 我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而老曾就是那个 愿意照顾我一辈子的男人 每个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女 能身体健康 有份稳定的工作 一家人可以和和睦睦在一起生活 当父母看到自己的儿女工作压力大 为了生活而努力奔波劳累时 还是很心疼的 愿意为孩子们分担压力 人老了要学会照顾自己 过好每一天很重要 虽然老人愿意为孩子们减轻压力 但也不能让自己过度劳累 找份轻松点的工作 不仅可以打发自己的晚年生活 还能帮助孩子们度过难关 老人愿意找个对象搭火锅日子 其实也挺不错的 老了能有个爱自己的人 陪在自己身边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唐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